我是老闆,我出去玩你 我用本來傷你 我做鬼那麼壞 我進出,我進入 我讀了 在你門口,我讀了 好,開始 玩具TV第28第4集 這次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個人非常喜歡 但其實在會場上數量挺有限的 Exit Ring 沒有特別說多少隻 全世界是600隻,全世界是1200隻 重點不是600隻和1200隻 重點是香港會場得好笑 無論如何,你能入手的恭喜你 因為這堆東西的質素很高 特別 當然,我們既然這樣 真的和大家分享了其中 今次會場的一件限定品 暗影 名字叫暗影嗎? 沒錯 它也是嚴重致敬 大家都明白的 真的 看看暗影的盒子 如果見到傑老師 我這兩隊都會找他簽名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我不可以說很複雜的構圖 但我很喜歡這個 這麼舒服的 多重 水墨風 雖然不是水墨的感覺 的一個Box Art 本身其實配件都不少 雖然本身的裝飾服大家都熟悉熟面 有否師兄這麼年輕未看過這部電影 當然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要在戲院看的 即是人狼 人狼 人狼 我沒有說這部電影叫人狼 對不起 我們剛巧說其他部電影 當然在法國電影 我未看過 因為最後一部電影 在空地對視 這部電影 不是拍攝什麼特別的景 但看到人的互動 場景是慢慢天亮的 不是拍攝著天亮 是在不同人對話的時候 光線的顏色慢慢由晚上變成日頭 看得我真是神經 原來動畫可以這樣做嗎 真厲害 剛剛看完這個Box Art 另外一個 不是他們系列的風格 是 所以這部電影才重要 是金屬色 當然 看這個封面看不到金屬色 但很少可 Acid Ring會用金屬色的表達方法 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有位師兄說 TC-3PO 沒錯 The Driver 厲害 厲害 你認識一下 暗影 我剛才扭過一下 我也是說一句 當初Exit Ring最早期的時候 我覺得在可動上有些問題 通常的關節好像被舊塊油絕著 對 對 很早期的時候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問題 可動的東西都很好扭 這樣 這一隻 對於 喜歡我剛才說的那套電影的朋友 是非常之 不單止止渴 只止我 治好 因為 其實是同比例的可動 海洋棚是出過一隻的 吸收包裝的 是 很多兵器 但我沒有擁有過 也聽人說 可動性的東西很鬆 我聽人說的 其實我有衝突想買回那隻 但現在有這隻 立即被比下去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扭 大家可以看到 可動性 如果你是喜歡那套電影的話 這個 這麼自勁的自勁 就真的很自勁 很坦白說 你絕對手的盾牌也很自勁 基本上完全自勁 其實本身的眼睛 我再用了暗的紅筆去游一次 它原本的顏色會更暗 其實我很有衝動 現在有模型寶 有那些 螢光紅 不 簡直是珠 哦 有些貼紙 有這個尺寸 如果有的話 嘗試不喜歡就撕出來 又不太貴 說一說 除了好扭之外 本身有少許經典 可以脫帽 背囊絕對可以拔出來 除了帽 是光頭的 對 所以 算了 不想的 當然可以自己裝上去 槍有兩把 哦 隨你喜歡 其實我喜歡這把 重機關槍 多一點 還有一把短槍在屁股 另外 短槍 虎毛 真的有很多東西 小小的 是虎毛 不是匕首 是 虎毛 好 另外 前面的 袋子也是可拆式 不過當然 裝上去一定會比較好看 所以 整支 1200隻 你真是 如果是Acid Ring粉絕 這支 確實是絕對值得收藏 或者是 我剛說的電影粉絕 我也是電影粉絕 我也是 剛說的就是美術方面 但故事架構也很震撼 我小時候 我不知道原來 你有沒有看到韓國拍的那套紅眼鏡 沒有 那套 可以 但故事應該完全不同 是嗎 類近 因為它是 假空幻想一個 如果日本在二戰後 沒有那個經濟起飛的話 日本應該會變成怎樣 它那套 就簡直好像漫畫版 和之前的OVA版 講述反抗軍的情況 不過 主角除了犬狼之外 也有多少著墨在其他支節上 都可以 好了 玩完這隻暗影 我扭了這隻 今次重點推介 結界絲 第二 看到這個結界絲 或者我直接拔了 只是說結界絲本體 這個帽子也是全新的 絕對不是 這個帽子是翻用的 但你也是用了這隻金屬式 我很少見 Acid Ring會用金屬式的塗裝 武裝方面 長的日本武士刀 短槍 短槍 嘩 這邊有短的 我姑且叫做匕首 因為你見 這次除了用灰色和黑鐵色之外 它的印鞭是用了金屬紅的 所以武裝方面 都是一貫豐富 好 可動性 其實我不想多說 因為 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它沒有很長的裝甲 或阻礙 完全發揮了這個身體的可動性 對 你見著色方面 本身的本體 是用了啤膠色 不過它在上面做了很多 瓦色的coating 舊化 深線 陰影 銀點 我不斷數一大堆出來 所以就著表面處理 你真的不用擔心 其實它真的花了很多功夫 所以你看下去 一般 你縱使有上色的紅色 都很吵架 但如果你在外面做一些 滑膠色和重手的舊化或陰影 這個結界絲 它真的不會覺得特別膠 當然重點是它這麼帥到跌渣的頭盔 嗯 這個鬼面罩真的很有型 是 很少可過關節零零射射會用白色 是的 但很搶眼 那種骷髏骨頭的感覺 和那種血的感覺 完全是彰顯無遺 真正 真正 紅色有角三倍速 是的 即是紅有角三倍速 好 接著看看這輛車 好 這輛車是之前出過的 嗯 不過完全用了一個重新的塗裝 剛才提到 都是用了一種 啤出來的紅 再在上面做一個很重的 Matte Coating 再在Matte Coating 看到一些舊化 和一些銀點去做一些磨損的情況 整輛車加上金屬式 亦有做到很多舊化辣邊 神經病 整輛車的質感就出來了 很奇怪 其實它騎上都適合 是的 當然 整輛車放在這裏 轉一個圈尾 大家看看它的細節位置會好些 看到錶板 把手 那些都非常仔細 另外那個座位 亦都用了這個 叫做 皮椅 所以就用了一個啡色的塗裝 這個賴屎位 我回到家便會用一些 Finner擦走它 即是錯手了 好味重手了 這個我有信心可以做到 是的 不是 因為它坐得多 是 它坐得多令到皮椅子有汗 真的 我衷心欣賞它 所以就令到它深色了 紅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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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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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鋸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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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其實價錢也是差不多 跟普通版的價錢是一樣 是普通版的價錢 沒有收貴 絕對是超值的 要排隊 數量有限 有師傅說798 可能我記錯了 我記得兩隻加起來都是1000元 你看到這個樣子 基本上都沒有說話 是標誌的 它很善用 會場限定的契機 跟它做LINE 有些不同的東西 都是那句 這兩隻我確實真心覺得 這次限定版 是很正的 希望到接下來 在生產方面 都可以多一點 我真的不介意 每一場展示了一隻新的機體 是一個類似電單車 我記得四輪的車 再巨再變 可能是類似機械人 那我也很期待 其實早前我們上一集介紹的機械人 我也很喜歡 因為設計真的很漂亮 希望繼續為傑老師推出一些精彩的產品 還有在數量方面都可以更加 讓多一些喜歡Acid Rain的朋友 可以玩 對 稍後見 我們知道 成功的功能 是永遠 做了 完成 電視 說明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